拜登走了但留下的2.4亿美元竞选资金他砸着 什么叫做人还在但是钱没了 现在老拜登就这么个状况 昨天拜登正式退出了竞选 但是大家发现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有 就他此前为竞选筹建的资金砸办 可不少钱达到了2.4亿美元 差不多20多亿人民币 这是彭博社今天新闻总结的一个数字 肯定很多人觉得那谁接替拜登 谁就收着这个钱呗 不是的 亲兄弟还明算这样的 对吧 这些钱都资本家给的 你可以要资本家的命 但是你想要资本家的钱 它不存在的 那他真的给你货命 其实这2.4亿美元分成好多个部分 简单划分一下 一块是候选人团队可控的竞选资金 差不多应该是9600万的美元 虽然拜登下去了 但是他现在支持副总统哈里斯 而且哈里斯又一直是竞选人团队的二号人物 所以这个钱哈里斯是可以用的 其实这也是为啥哈里斯 99%会代替拜登参选了 钱啊对吧 如果是别的候选人上来 别说那高达2.4亿美元没有 就连这9600万美元他都没有 需要从零开始去抽钱 选总统这玩意儿有多花钱呢 就拿最新的统计来说 这样6月份啊就花了那个5900多万 所以说除非你有超级资本家团队说 哎站出来支持你 然后给老多钱 要不然的话 这大概率的就是哈里斯没跑了 无非就看他找谁做搭子一起花这个钱 好刚才说呢 这是属于专属竞选团队的9600万 那总额2.4亿还剩一个多亿呢 这个钱呢 主要是民主党总部和各地方分布的钱 虽然明面上不属于拜登团队 但是各种竞选花钱 他们也是配合着花的 比如说你到我这个州来竞选 我也去打广告啊 也花这个钱 那现在能不能给那些接替者花呢 不行啊 这样得算明白 当初呢 川普给一个成人女婿的封口费 就是报销报错了地方啊 被判了啊 老川普当时说给13万美元给到这位姐姐 说是为了谈人生谈理想啊 聊聊思和远方是吧 那好你拿自己的钱谈啊 结果他给的竟然是竞选委员会的钱 所以出色被判刑了 多说一句 现在川普那边是截止到六月底 已经搞到了2.85亿美元了 随着硅谷的科技富豪都开始支持他了 估计到七月底得有三四亿美元了 让他去聊思和远方了 所以啊 对于哈里斯而言 现在赶紧的是把民主党总部和各分部的钱的高到手啊 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在下个月民主党全国大会上被投票选为正式的候选人啊 现在呢 他还不算 说白了 有这儿没这儿的区别啊 就是多着一个多亿的竞选资金了 这个应该难度不高哈 除了他得到了拜登给他的9600万的资金啊 有一些背后的大金主也明确的表示支持了 最有名的就是这位了 资本大佬索罗斯 他此前呢 七七八八给民主党捐了1500多万美元了 估计呢 为了支持哈里斯 这位老哥应该还会刷个大火箭支持一下吧 以他的身份 不得刷个几千万 那都不好意思发声是吧 除了他根据民主党的在线捐款网站就在 拜登说我要下去哈里斯要说上来的 那几个小时里面就多出了4600多万的捐款 看来普通评众呢 也比较愿意让哈里斯上啊 作为这么一个八卦 不 这么一个严谨的财经博主啊 我压抑不住好奇心也去跑去这个网站看了一眼 哇去你们猜这个网站自20年前成立以来一共收了多少钱 140亿美元啊 一千多亿人民币这么说吧 可以造半条全世界运量最大的高铁金湖高铁了啊 要知道这还只是一个平台啊 他们还有各种七七八八的捐款平台啊 捐的钱那就更多了 更重要的是这才只是一个政党啊 对吧 那还有另外一个政党呢 好吧 我算是明白了 为啥任何的帝国最终都会因为财政问题走向灭亡了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啊 就是这些钱都花在哪里了 打广告打广告接着打广告 对吧 所以呢 你们猜为啥那些有话语权的媒体和媒体集团 各种鼓吹这种烧钱玩的制度 哎呦 这个制度就是好 他们的妹妹啊 所以他会鼓吹是吧 别急这场烧钱的游戏还没烧到高潮呢 如果你也对这场游戏感兴趣来点点赞 我持续关注 第一时间给大家带来这场游戏的最新进展